大家好 我是Rich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怎麼用Quarkus 大家都很辛苦撐到最後一場 今天除了介紹Quarkus以外 就會講一下 Quarkus對目前Cloud Native的一些相關應用的整合 比如說用Quarkus部署在 Docker或K8s 跟你用傳統像我們用Spring Boot 或Spring Cloud來部署的一些差異 跟它一些好處 然後我是Rich 然後我目前是在國泰金控 就是剛剛有介紹 主要是負責一些像Event相關的 或Micro Service的技術的一些導入 對 然後就是今天很高興能跟大家來介紹 像Quarkus這個Framework 那我先調查一下就是大家有用過Quarkus嗎 那有用過Spring Boot OK 看來大家都是用Spring Boot比較多 那Quarkus它其實是去年 應該是去年年底 就是Rehead推出的一個Framework 那它主要就是要改善 像 因為像現在部署的方式慢慢改變 就是轉向成像K8s 這種容器化的部署應用 所以它有做出一些調整 跟它的 結合過VM 就是加速你的應用的 啟動速度 跟你的Mirror使用的量 好 好 那這個是 國際數字發 就是我在那個數位 數位架構發展部 就是 其實我們常會辦一些技術分享 然後這個照片 就是 看起來應該還蠻歡樂的 就是 好 然後進入主題就是 為什麼就是我們要針對 就是Framework的一些改變來 主要是因為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你的開發環境 慢慢做一些調整 跟你的一些技術架構 那像我們過去 像我最早開發的時候 其實是 呃 就是 我是寫 也是寫Java 然後 很早的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要部署在你的Toncare 或是 像Jboss的那種 Web Container裡面 那其實一開始就是 單體式的架構 然後慢慢轉換成 像 Crod Native 或是Micro Service 我們要做一些 服務的切割 而不是說 因為單體它其實有一些限制 我要擴充我的服務的時候 我只能就是 整台 像整個 Toncare 或是整個Web Server 要複製完整的一份 那其實對 呃 成本啊 或是你要負擔的一些 呃 效益其實沒那麼好 所以慢慢就是 有些價格就出來 像微服務 就是 像 呃 三四年前其實蠻多人在講微服務啦 但這幾年就是微服務 大家都其實都有這些概念 而且 像Spring Cloud它也是 專門在 呃 設計這種微服務的 framework 然後大家都有在用 那再來就是 慢慢朝著像 Serverless 或是 Event Driven的方式去 去 呃 調整的架構 那像 Serverless 其實就是 呃 你可以只透過寫你的 function 然後再 加上你要處理的 data 就可以快速起一個 像是你用 Cloud Provider 像起一個 AWS 去幫你處理你的 業務的邏輯 或是你自己架 你就可以用 K-Native K-Native 這種 framework來幫你 呃 架設在像 Kubernetes這種 container集中化的 概念之上 然後幫你 實作這種 serverless的架構 那最後就是 Event Driven 那Event Driven其實 這概念也很早 但是 呃 慢慢就是這幾年才 出來是因為 因為微服之間 如果你是用 同步的方式去溝通 它其實會有 一定的 呃 偶和性的蠻高的 而且你只要你的服務就是 一個服務 就其中你一個服務就是 處理很慢 或是他還沒辦法提供你服務 你可能整個 呃 微服的 你的整個架構就crash掉 所以常常會有 像 Circuit Breaker 或是 一些處理 像 Extile這種 的解決方案 來幫你處理 那其實 越往 右邊其他的 那個 Scale的 效率是越高的 就是看一下那個 箭頭 那其實 因為這種 服務的轉變 那其實 像我們傳統 這張是傳統 部署的方式 那其實像 左邊就是 CloudNet 你需要部署的話 你可能 呃 如果是用Spring Boot 你可能 還是需要 最底下你還是需要JVM 然後 再加上你的Web 的 的Server 那Default 我記得Spring Boot 好像Default 是Toncap 然後再來才是你的 呃 會有一個 framework的一個 處理 然後才是你的應用 那其實右邊的話就是 像 Quarkus 它其實最下面你可以用 呃 OpenJDK 就是JVM 或是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用過VM的方式來包你的 你的 就是 把你的 應用 像 一般是包成JVM 其實你可以用過VM來包成你的 Native的 Roundable的 的 那其實就不用最下面這個程 然後 它就是加快了你的 開發速 呃 啟動速度跟 記憶體的消耗 就可以看裡面這張圖 那其實 減少記憶體消耗 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 像是如果你實在部署在 像 Kubernetes這種 Container的 Arculturation這種 平台上面 其實如果 呃 通常用這個 這個平台就是好 就是譬如說我量大 我可以 把我的 Rapile Set 就是設成 可以擴充更高一點 根據我的 譬如說CPU 或Memory的使用 但是如果 我的Spin Boot 起起來 它就需要 譬如說1G或2G 那其實你一個Node 也Scale不了 這麼多的 你的Container 所以 Quarkus另外一個 就是 它的特性就是讓你 使用更少記憶體 然後做到 同樣的事情 好 這個是 官網的一個比較圖 其實 呃 如果你去網路上 Google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 就是 呃 有些 像雷黑的開發者 他會拿 Spring Boot寫了一個 Hallow Wall 然後跟Quarkus寫了一個 Hallow Wall 然後比較它啟動的速度 跟它記憶體的使用量 或是使用 Spring Boot加上 JPN 跟Quarkus加上 JPA的比較 那這邊我就不做比較 因為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網路上看 因為我覺得就是 呃 這種Firmware其實還是根據你的需求 因為 不可能 譬如說我的 應用只使用到JPA 有可能會包其他的Library 所以說 如果大家要導入的話 你可以實際去 譬如說拿你現在的Spring Boot 就是有使用的Library 然後跟你用Quarkus寫一個 然後 根據你 譬如說你有用到的Library 然後 呃 寫一個類似的 然後去做一些 譬如你啟動的比較 或是Memory使用的量 然後來 才可以真實的比較說 你 嗯 使用的一些 記憶體啊 或啟動的 時間的比較圖 我覺得會比較準啊 跟你 譬如說 跟我去 Demo一個Hello World 可能大家也不相信 就是說 欸 這真的是比較快 因為實際它只有7個 譬如RES API而已 好 好 那 現在就 講說什麼是Quarkus Quarkus它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 在2019年提出了一個 Framwork 然後它主要就是針對 像 container部署 跟 Kubernetes 還有 就是Cloud Native Cloud Native它整合了很多的 嗯 很多的 Cloud Native的 的 Framwork 跟 Tool 像是你去 CNCF的網站去看 它的Landscape 其實大部分它都有整合進去 像是Promicius 或是 Openshift 等等的 MongoDB之類 它其實都有包含在裡面 大家可以從這張圖看到 然後它也用了很多 像 Micro Profile的 一些API 如果大家有 早上有去聽 就是 第二場應該是 有一個 哪一例的 講者 我有點忘記 它是講 Micro Profile的 Filter 跟Interceptor 這邊我們有講到 其實這邊用了很多 Micro Profile的 一些套件 好 好 那其實 其實 會 像 最下面 右邊 最下面那個CAMO 跟CavCat其實也是 它主要一個整合的工具 那如果你在 Google去 Search 譬如說Quarkus 就是你會常常看到 Quarkus With CAMO CAMO-K等等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 Quarkus的特性就是 它對開發者來說 就是非常的友善 為什麼友善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demo 就是說 它有 Hot Reload的功能 其實這個功能在 我記得Spring好像也有 就是你要用一個 像是 某一個 Dependency 加進去 它就可以達到這個 譬如說我改code 就直接幫我 Reload 那 還有就是 它有個Zero Config 就是你可以 不需要 怎麼講 因為像如果你用 Spinbook的話 譬如說你整合了 Kavka 你要去看 Kavka的一些 相關的Config 或是你整合其他 Library 你要去它的官網 就是看一些 它針對這個Library 有哪些Config 那其實像 Kavka它幫你 統整了好 就是 你不需要 你可以在 譬如說 它有整理一份完整的文件 你就可以從裡面 直接看到說 所有的 你的參考的一些Library 的Config 都可以在裡面做設定 然後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 執行的速度 因為它結合過VM 所以你可以快速 有一個Runeable的 執行檔 那裡面可能不包含 JVM 那另外的話 因為 Quarkus它也有提供 像是 Spring.io的這個網站 如果你要開發一個 Quarkus應用 其實你可以去 我記得是 Code.quarkus.io這個網站 看起來就像Springboot的網站 那你就可以勾選說 你要用的一些Library 然後就可以general下來 好 那 欸 這個是第一個Demo 那我這個Demo的話 大家可以去 這樣大家聽得到嗎 我先不用麥克風 你 你可以 去 如果你想要看Code的話 可以直接去我的D Hub 那你就search D Hub Rich 0423 那第一個應該就是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 可以說 你 search一下JCC JCC JCC Conference 2020 這個D Hub 點進去 不好意思 點進去就會看到有兩個Demo的Code 然後第一個是 呃 第一個是 叫做一個Book Service 就是我 寫一個Sample 然後主要會Demo說 呃 怎麼用Quarkus寫一個RES API 然後 裡面Demo主題就是說 像 像Unitest怎麼寫 然後 怎麼 用Quarkus Application的Container 然後跟有一個Remote Debug的功能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譬如說你Container 起起來你可以用 呃 Container開一個Port 然後來接到你的ID 可以做一些 呃 Debug Trace的功能 OK 那我先開一下我的ID 調一下字型好了 早上有看那個國外獎子好像都是 字太小 好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RES API的一個Project 這樣大家看到 然後 呃 Quarkus它主要是做RES API 它是使用一個叫做 RES Easy的這個Library 然後 其實裡面的 的 Spec它是Follow JXRS 就是你可以用 如果你有用過JRSI 方式它的 annotation 就是 Java定義的這個標準 那不是 像Spring應該是用Spring自己的 好 那 另外來說就是 呃 看一下 再來就是 Quarkus有用 它有自己的 呃 Injection的方式 然後像這個notation 就是用 嗯 Inject 把這個 Repository Inject 進來 那 裡面就是一些 像 操作DB的一些 呃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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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的一些動作 然後它需要 加麥克風 喔 好 然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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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其實有實作那個 就是 ORM 就是你可以 像如果你有用JPA的話 你可以透過 畫面來做 譬如說 你的 CiUD的動作 那 這個 像 Application Scope 這個就是類似像 呃 我要標註我這個 class 它的病是要需要 manag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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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rkus幫你管理的 類似像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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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概念 好 所以我是要用這個 這可以用嗎 這可以用 我幫你開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Quarkus自己的config 其實就是 像我這個project就是 像我這個project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到 有用到 呃 JPA嘛 然後其實它是 Diabit也是用 Postsql 所以你需要設定一下 像 Quarkus的 Diasource 等等 那如果你是用不同ID的話 你可以去下載 就是像 我是用IntelJ 那IntelJ就 support 像 Quarkus的這個 你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 它的設定這邊就有輔助 比如說你打Quarkus 的一些設定 它就會幫你列出來 好 然後 像我這個project 我有 就是有加入像 呃 Jib的這種 Build的 DockerContent的 Image的這種 Library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設定 你要Build的 Image的 比如說我的Image的 Name啊 然後我的Tag 或是我要Push到 我哪個Reduce去 再來就是比較特別的是說 如果你要寫一些 Unit Test 你可以 也一樣可以從這邊來做一些設定 因為像 譬如說我的 實際開發的環境 是用 像我們 目前真的 就是實際資料是接Postsql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些整合測試啊等等 有可能 你的 Unit Test 可能跑得 不想另外再起一個Postsql 然後這邊就是用 H2這個Database 來做 測 就是來做一個 Unit Test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Config 就是指定說我的Test的Profile 實際是使用H2 然後 這邊其實你可以用Maven的一個QuarkX Plug-in 然後直接把QuarkX帶起來 到你的開發環境 就是QuarkX冒號DV 我提一下 因為我這個Postsql 是用Java11 就是 所以 要切換一下 好 然後再Long一次 那其實它DFord會幫你 把 多開個5050Pol 然後就可以 這個是讓你方便做Debug 那我現在應用已經弄起來了 就是 是8080Pol 然後你點下去 這個是QuarkX Default的一個 頁面 就是 就是它其實在 你的resource下面有一個index.html 其實你可以去override掉它 然後像我這個 API 它的路徑是 然後 現在是沒有資料 然後其實它還有一些輔助 譬如說你的URL打錯 它可能 它在開發環境會提供你一些 錯誤的提示 譬如說它會指定 它會顯示說 你實際的API的URL 你的endpoint是這些 然後像我現在 然後像我現在 像我現在 現在先 先 先create一個 然後像我這個project它其實 我有加上像 SWIG的Document 那如果 你要做測試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 打 SWIG UI 那就可以直接進來 然後這邊像 create一個 像 譬如說一個book 這個是ISDN 這個隨便打好了 OK 然後現在就是 然後再繞一次 就出來 然後像 剛剛有提到一個 Hurry load功能 譬如說你在改code的時候 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個quarkus 就是books 下面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info 這個endpoint 那其實如果你去 直接把hello改成 把helloquarkus改掉 它其實就是 它會直接幫你做 呃 程式的就是 直接幫你做Hurry load 你不需要再重compile 然後重新run它 然後 譬如說我現在改回來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開發速度就是更快一點 然後 那接著我就是demo一下 譬如說你把它包成 container image 你可以加入像jib這種library 來幫你更快的包成就是你所需要的image 那其實你下的語法就是一樣是剛剛的 Maven clean package 然後只是後面再多一個像這個 quarkus continent image build and true 那其實它就會幫你包成 包好你要的image 包好你要的image 它會自動幫你join好 像darkfile 然後有這三種 那其實一般來說就是 你通常沒有特別下的話 它就會用到jbm這個 那如果你是用gobvm去包的話 它就會用到像darkfile 打native這個darkfile 那像現在已經包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 比如說 我這邊已經有 我的darkcompose 然後跟我這個service用的image 就直接把它帶起來 compose 先看一下我的服務 我先把它曬起來 然後啟動 把我的服務包成content 然後啟動起來 好 然後 目前我的content的服務是mapping 看一下應該是90 9091po Mapping我剛剛的8080po 所以我用 現在應該改成9091po 它就可以 進到我剛才這個book service的服務 OK 然後再來就是介紹一下你怎麼做remote debug 譬如說我現在起的是content 然後我其實可以透過 就是我們剛剛 dev mode 下面它不是有幫我帶起來一個5050po 就是 這邊就是我剛剛啟動完我的content 的時候它有 我explode出來一個5050po 那其實你可以從你的ID這邊 去指定說我要做一個debug的動作 然後 像我已經設好這個remote debug 你就可以從content 這邊request的時候 來trigger你的debug的模式 看一下喔 譬如說直接在 get所有的books 這邊下一個blackpoint 然後 當你 就是當我們測試 我再進入到這個endpoint 就是要所有的這個books的時候 它應該就會 停留在我 我的debug這個trace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像是程式的一些debug 譬如說我來查看說我的目前的一些 變數的狀態啊等等 等等 就看stay over 或是你就直接跳過 等等 那這個就是quark 針對像開發者的一些好處 就是你可以作用remote debug 或是hard reload 等等的這些功能 好 好 那我接著就回到同影片 那剛剛就是demo了一下 就是你怎麼使用 像quark 針對dark container一些部署 跟你從container做一些debug 跟hard reload 然後譬如說你寫res API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寫出一個 像swake document這種文件 那其實這個就是對你的開發來說 就是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啦 那剛剛就是其實我第一個demo 有用到jpa 那像quark它針對jpa 它有需要設定幾個像driver的這種 這些設定 那大家可以 如果你真的有用的時候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其實它的官方網站的guys那邊 其實都有 好 那第二個主題就是quark 另外重點就是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quark它其實也是針對 kubernetes來做一些 設定的一些調整 跟一些讓你方便debug去 做一些debug的動作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像kubernetes 它其實如果你要做一些部署的話 你可能提前要寫一些 像是kubernetes相關的resource的yaml 譬如說一般來說 最長期的我們就是寫deployment 或是寫像wapasset 或是你的part 然後image的 是用哪一個image 然後更進階一點 可能你需要寫到像service 或是你的config或secret 然後secret的話可能就是放一些 像是我們database的一些障密 像是如果你沒有用像config server的話 通常它都會放在secret裡面 然後config mac config mac可能就放一些像是 我們application會用到的一些 基本的設定 如果你不是夾在你的application裡面 那這些就是我們通常都是要準備的 那quax如何在就是 在應用這一層跟你的 比如說跟kubernetes做一些整合 那其實你可以用到 剛剛其實我們前面看到的 quax整合所有的 它的 CNCF那些library都叫做extension 那如果我們要用到像整合kubernetes的時候 它有提供像kubernetes這種extension 那這邊是 這邊是因為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上一個demo是用 部署container的方式 所以你要部署container 你就可以透過像dark content dark這種extension 那目前它有支援像 這三種type 就是jib dark跟 第三個我沒有用過 好像是包 專門針對openshift在用的 好 那第二個如果你是用dark的話 它需要你 就是你的機器也需要有一個dark demon 那通常都是用第一種 像我最常用也是用第一種 那針對kubernetes 它其實也有kubernetes的extension 那你可以用像下面這個 這個command 就是把這個extension加在你的project裡面 它其實就像 一般如果你沒有用 你不是用extension 你可以直接去pont檔 去把這個dependence加進去 然後 目前 跟quark的kubernetes extension 它有support 像openshift跟native的kubernetes 然後還有 應該是三種 跟knative的設定 就是目前support的三種 它可以jain出來你的manifest 好 這個字有點小 這個 我覺得直接看demo好了 就是 這個是 右邊是直接 就是quarkest gem出來的 那個 deployment的yaml 那通常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寫 關掉第一個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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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些code就是在github上面 如果你有 你這個quarkest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我的github去download下來 然後 直接放到ID就可以 就可以run 等我一下喔 OK 那這個是第二個demo 那主要是會demo就是 我們怎麼用quarkest去產生說 我要部署到kbios裡面的一些manifest的yaml檔 那其實你把剛剛的extension加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時間的 簡單下mavencleanpackage 它就會 幫我切換 它就會 它就會把 kbios的manifest gem在你的target的 target下面的一個叫做cuburnist的folder 等一下喔 這邊有測試 那其實我unitex也有用到mac 所以它會 這邊會有一個 arrow其實正好 因為它連不到 正式的mongodb的環境 因為我這個demo是有連接到mongodb 好 那 閉完之後你其實就可以直接 在 我剛剛講的 target下面的 kubernetes kubernetes 的這個folder 你就可以 看到 它產生出來的 kubernetes 這個yaml 那裡面就會包含說 像我 它有一些default的notation 然後跟我們的image 跟 你有沒有 客製的label 然後 其實重點就是後面的 你的一些 像是image的url 跟 像這個demo 因為有用到 就是連接到mongodb 所以那 有一個設定 先看一下設定 好了 因為像通常我會把帳號密碼 就不會放在 不會寫在你的application的 設定裡面 然後通常會放在 如果是部署在kubernetes 就是放在 像剛剛講的secret裡面 那你就這時候就可以透過 quarkus的一個 它的功能 就可以從secret裡面 讀出你的 一些帳號密碼 像這一行 你可以從 設定說我要從 哪一個secret secret名稱 然後我要我的key 那像我這邊是讀mongo的account 然後pass 就是passwall 然後再來我就可以用這種 這個算是application 就是像sprint其實也有 就是你的application的設定裡面 你可以寫一些像el 就是expression的那種語法 然後我就把 剛剛像我的mongo 跟mongo的account跟passwall 然後從secret的設定裡面 可以讀到我的環境變數 然後再從設定檔的環境變數 給吃進去 然後就見出我的實際的 我的 譬如說production環境的mongoDB的URL 我就可以去把它就是吃進來 就不需要hardcode把我的帳號密碼寫在application裡面 就不需要hardcode把我的帳號密碼寫在application裡面 好 我已經把mongoDB部署在我的 譬如說我的miniCube的capacus的環境 那 我只需要 把我的 剛剛產生出來的capacus的deployment 給部署起來其實就可以 那其實簡化就是 不需要我在 譬如說我是開發者 不需要在手動寫一個像 那麼長的yaml 然後針對 譬如說你要起幾個rebit card 或是你要做一些額外的設定 我就不需要減少這些動作 然後如果是開發環境的話 可以更快速一點 然後剛才你卷出來的 cube.com的yaml 就cube.com然後apply 那其實你還可以把它推送到你 譬如說你自己指定的rich去 那其實我已經推到我的darkhub上面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從裡面download下來 然後來做部署 好 那它這個part正在 應該是正在run吧 check一下 好那應該run起來了 所以 看一下我的service的URL 這個是userservice ok然後 好它已經在我的minicube裡面run起來 所以它的 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加上 Kubernetes extension 就可以快速的產生說我需要部署的設定檔 然後就可以在我開發環境快速部署 就是 用Kubernetes針對Kubernetes的一些好處 那當然 你可能想要 針對你的 產生出來的設定檔 再多加了一些config 或是label 那其實 可以看到我這個設定檔 我有針對 所以 像前面有 這些是Kubernetes建議的label 那可能 你也可以自己克制 譬如說我的label 你就用這個 quarkers打kubernetes打labels 打譬如說 你要自己克制的label 你就可以從後面自己加 然後它就會從 在你的設定檔之後 自動幫你 券出來 就是 這也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一項是 集中化設定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統一在你的application 加上這些設定 而不是說 有些是設定是分散在你的 像debux的那部分 就是 會變成 我覺得會比較好管理一點 但是還是看 每個可能組織啊 或是它部署的方式 或是它人員不同 譬如說我的組織裡面 我的debux可能很多個 我開發者可能很少 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取捨 好 看一下時間 看一下時間 OK 那這個就是 你使用quarkus 來做 Cubernetes部署的一些 方式 方法 好 demo 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呃 quarkus 它其實可以整合一些message message是什麼就是 譬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quarkus 去實作 event driven 就是訊息的傳輸 或是你要透過 如果你是用mqp 它其實也有support 像revent mqp的extension 像這幾種 那其實我最常用的 主要算是 cafca 這個extension 那其他的概念很像 Spring cloud的 Spring cloud stream 然後它有定義一些 呃 它自己的主要的一些概念 像message channel 或connector connector 可以看這張圖 那像是 譬如說 呃 message 就是譬如說我實際 我的application 要往我的blog 裡面傳遞 裡面的資料的定義 然後像channel 就是我要實際 要發送到 我的application 是到blog 或是blog 到我的application 它是透過channel 來做傳輸 那channel其實 有像incoming 跟outgoing 的兩種類型 那incoming 就是我從 像是我從cafca 讀出資料到我的application 那outgoing 就是從我的application 寫資料到cafca 類似這種兩個 呃 傳遞方向 它有做一些annotation的定義 那像connector 比較特別的是 它針對 因為它有針對 你的不同blog的類型 有做一層 呃 抽象層 所以你就是 針對connector 做設定 譬如說我現在 我這個application 是要送到 呃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更改我的connector 的 的類型 你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 譬如說我現在要從cafca 轉換到rabic rabic rabic 你就可以直接改connector 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後面是一些 譬如說我要用 就是 quarkers來接cafca 的時候 它一樣有提供 像我剛剛講的extension 那其實 quarkers的extension很多啦 就是 如果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公網 去搜尋一下說 欸我現在要用 借接哪一個blog 我就搜尋哪一個blog 它就會 它就會 跳出來說 你是需要使用哪一個extension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圖是在講說 quarkers可以接到 像cafca 這種extension 那這個圖是說 呃 我的application 要送 event到cafca的時候 是使用這個 outgoing的這種 annotation的方式 那下面這個 就是反向過來 我從cafca 讀出資料寫到 application 就是用incoming 的這個annotation 你就可以從這邊讀出來資料 那當然要記得改你的connector的名稱 好 那最後就是quark其實也可以用來做一些 像是監控等等 那 這邊我就 細節不多講 那其實它會 針對目前的一些監控 像波米修士啊 或是log啊 或是tracing 它其實都有提供 那其實 它的用法就很像 我們剛剛在用coopensis 的一些整合一樣 就是加上 extension 就可以快速的整合到你需要監控的服務 或是你要把資料導到那些監控服務的系統 那你不需要再做一些很困難的integration的方式 那像剛剛我講到的像 micro profile啊 或是波米修士 或是jaeger 它其實都有support 那如果你自己要開發quarkus的話 其實這邊有一些resource 你可以參考 那最簡單就是 剛剛講到的就是quarkus 有一個就是它的code 然後打quarkus.io這個網站 你可以直接去裡面說 快速寫一個quarkus的application 然後 或是quarkus workshop 其實都有很多的範例 那這邊是相關的一些書籍 你也可以去參考 好 好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quarkus framework 就是 跟一般傳統 你在選sprint boot 就是有一些差別啦 然後也有一些好處 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的application現在跑得很慢 或是你需要做一些改良 那你其實可以嘗試quarkus 好 謝謝大家 有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嗎 或是你有想要 針對你的環境 導入quarkus 相關的疑問 好 沒關係等一下如果有私底下的問題 可以過來找我 謝謝 好 好那我們這邊謝謝rich的講解 那